我是林宇,也是何家荣 1488集 别下次啊,这次就过来吧,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位置 虽然现在林宇身负重伤,一对一不一定能敌得过林宵 但是他的身边有寒冰,有布城,有百人图等人,以及数十名军情处的队员 合起来众人之力,一定能够抓住林宵的 不过,林宵显然没有上当,他冷声一笑说道 哎呀,想饮好子,你还嫩着点呢 我这次是来办正事的,不是来跟你交手的 你的正事,就是来搜查荣和书的尸体吗 林宇眯着眼睛说道 你怎么知道他会死 他问这话的时候,内心不由有一些担心和惊恐 他暗想,莫非荣和书临死之前说了什么话 是真的?荣和书真的和万修达成了协议了? 倘若荣和书死了,由万修来执掌悬一门吗? 那样的话,岂不是刚除掉一个恶棍,又来了一个恶魔? 如果悬一门落在万修的手里,那一切可能就会变得更糟了 因为万修在接触悬一门内的秘籍和珍贵药材之后 他的实力将会更上一个台阶的,到那时将会无比恐怖 何先生,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先前可不知道你们要杀荣和书啊 否则以我们和荣长们的交情,我们怎么会不插手帮忙啊 灵霄颇有一些小人得志地笑着说道 不过不管怎么说啊,我们都应该替我师父谢谢你啊 谢谢你除掉了荣长们,帮助我师父掌握了悬疑门 至于他到底知道荣和书遇袭的事儿,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反正从他那语气中可以听出来 对于荣和书已死这件事情他得知后挺开心的 林雨则是冷横一声 荣和书还真是瞎了眼了,竟然跟你们这种人合作 他除了跟我们合作,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林霄冷笑着说道 哼,起码他死了之后啊,我和我师父能保护得了他家人 我本来没有想杀他家人的 林雨淡淡地说道,接着他不经意地问 你和你师父现在在神海海吗 林霄冷笑一声,讥笑道 哼,何家仲,你在套我画对吗 我告诉你,你和你那个俊庆处不用费心了 你们找不到我和我师父的 说着林霄话风一转悠悠说道 哎呀,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已经开始定位找我们的位置了 不过很可惜啊,我安装了反定位系统 而且我马上就要挂电话了 挂电话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不知道你想先听哪一个啊 林霄并不蠢 他见林雨不停地跟着绕圈子 故意拖长时间 他猜到了林雨肯定已经在安排人定他的位置了 虽然他的确在手机上装了一个简易的反定位系统 但是他撑不了多长时间的 所以他知道不能再继续和林雨多聊下去 林雨听到他这话,面色更加阴沉了 他冷横一声讥讽说道 从你嘴里能听到什么好消息 林霄嘿嘿一笑 行吧,既然你不选,那我就替你选吧 我先告诉你坏消息吧 说着,他声音陡然一变,满是阴寒地说道 你应该知道,玫瑰那个叛徒最近在长庆和明都那一带晃悠吧 听到他提到了玫瑰 林雨的心变猛地一提,眯眯眼睛没再说话了 他以为我和我师父在长庆 所以带着一帮废物满长庆地找我们 林霄则是冷横一声语气讥讽地说道 呵呵呵,哎呀,只可惜啊 在我们师父面前,他就是个厨 他还没找到我们呢 我们就已经先找到他了 林雨不拥有一些紧张地握握手 他面带寒色 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 他嘴上虽然问得平淡 但是内心此刻已经紧张起来 他暗暗地替玫瑰捏了把汗 干什么 林霄则是吃笑一声 呵呵,你说呢 他满城地找我们 无非就是想杀我和我师父 现在我们睡心找到他了 难道你以为我们会请他喝茶谈心不成啊 他话里的意思很是明显 他们既然已经找到了玫瑰 自然要先下手为强了 林雨抿着嘴没说话 因为此时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非常替玫瑰担心 但是他不能表达出来 否则只会让玫瑰更加的得意 自己也会更加被动 怎么 何先生 为何不说话了呀 玫瑰昂着头哈哈一笑 你这种态度 要是被我那个小师妹给知道了 他该多伤心呢 据我所知啊 他心里可一直有着你呢 而且上次啊 你们在长庆被玄义门的人给围攻了 也是他带人过去帮你们解的尾巴 哼 你现在竟然对他不闻不问的 莫不关心 是不是也太不近人情了 哎呦 怪不得这人家都说呢 这天下男人皆薄情啊 睡过觉了 哼 就什么都不认了 哈哈哈哈 闭上你的臭嘴 我们之间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龌龊 哼 你跟那个见惠之间没有一腿 我才不信 灵霄冷横一声说道 总之我就跟你说明吧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玫瑰的踪迹了 我们给你五天时间 这五天你可以选择来长庆帮他 但是如果这五天之内 你要是试图联系他 警告他的话 那我们马上就会动手 到时候啊 你连见他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很显然 他自认为 他们已经控制住了玫瑰 想利用玫瑰把铃鱼引出上金 引到长庆 而除掉它 这个战略跟悬疑门用胡擒风雷 要挟铃鱼去长庆 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 这次需要营救的对象 变成了铃鱼心心念念的玫瑰 而对手也变成了伸手 堪称恐怖的万修和灵霄使徒 他们两个人的伸手根本不是土味 以及一众悬疑门黑衣人能比的 所以林雨这次如果再去长庆的话 无疑于又跳火坑 九死一生 见林雨没说话 灵霄黑黑笑着 接着说道 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不来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五天之后啊 我们会一举浇灭玫瑰他们 到时候我也会派人 把玫瑰还给你 只不过 我师父也想见玫瑰 所以啊 可能无法把完整的玫瑰送给你了 你是喜欢他的手呢 还是喜欢他的脚呢 眼睛也行 这要是你喜欢的器官啊 我都可以送给你啊 说着 他便忍不住嚣张狂妄地笑起来 似乎玫瑰已经是宛如砧板上的肉一般 任他宰割 林雨听到后 内心愤怒不已 他紧紧地握着拳头 用手捂着话筒 低声冲韩冰问 怎么样 找他的位置吗 如果 此时能够查出灵霄的位置 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赶过去和他拼命的 韩冰看了一眼 手机上技术科实时地回复 摇摇头 低声说道 幸好太模糊了 根本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看来他真安装了反定位系统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尽量拖住他 林雨此时摇摇牙 接着对电话那头的灵霄冷声说道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你们到底怎样 才敢放过他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